好 那么来看到其实呢除了影帝影后世话题之外呢 今年的特殊焦点就是这个亚裔的人事相当具有话题 首先要来关注到的呢就是这个华裔女导演赵婷 她所指导的电影游牧人生呢 从去年9月夺下了这个威尼斯影展金师奖之后呢 陆陆续续就爆走了国际间有许多的奖项 像是这个制片工会奖啦 英国奥斯卡等等的大奖 三月的时候呢金球奖她也一口气爆走了最佳导演 最佳戏剧影片奖 算一算呢这个游牧人生这部电影 她已经获得了超过40座的奖项了 平面媒体就报道说呢 网路赌盘也很看好 她会拿下最佳导演跟最佳影片 果然刚刚呢她是不负众望获得了最佳导演 来看一下最新的典礼画面 最新的典礼画面 最新的典礼画面 好顺利获奖呢赵婷也成了第一位 获得奥斯卡的亚裔女导演 她呢其实很年轻 1982年呢在北京出生 她的父亲呢曾经是大陆国家企业 首都钢铁公司的总经理赵玉吉 那么14岁的时候呢 家人就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了 后来赵婷呢又到了美国学习电影制作 那么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一部美国的公路片 主要是在描述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 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 那么《游牧人生》这部电影呢 其实成本不高 大约只有500万美金 但没有想到呢反应是非常的好 那赵婷接下来要指导的电影风格呢 很不同也很令人期待 是漫威的英雄片永恒族 成本呢高出很多2亿美金 好另外一个焦点要看回来的是哦 也是一样牙裔的女性 73岁的南韩国民奶奶尹如真 出道了55年 有常常看韩剧的人一定会觉得她不陌生 因为她演了很多韩剧很多电影 也主持综艺节目《饮食堂》 她今年呢是以这个梦想之地这部电影 入围了女配角 那么刚刚呢是如愿获奖了 而且呢在刚刚发表这个得奖感言的时候 相当可爱哦 她跟在场的布莱德·比特说 很高兴终于看到你了 那么这一次呢抱走了小惊人 也让她成了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的南韩籍演员 那其实呢在获得这个奥斯卡之前呢 尹如真呢已经凭借着这部电影 获得了有20多个奖项了 那么这部片呢梦想之地 是描述1980年代 移居到美国的一个南韩的家庭 那么尹如真呢在片中就饰演这个外婆 跟着孙子呢还有女儿女婿一起搬到美国 那么她和孙子之间有许多可爱的互动 精湛演出也让观众深深感动 不过这一次呢尹如真得奖 她并非是第一个得到奥斯卡 女配角的亚洲演员 因为其实呢早在1957年的时候 有一位日本女星 眉目三级就曾经夺下过最佳女配角奖 不过尹如真呢仍然是这个南韩第一位 得下奥斯卡的演员 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奥斯卡讯息 稍晚呢如果有更多的消息 会持续为您来掌握